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要骑着机车环游各国 增进友谊 自从1992年从军以来 团长从不觉得他们输给男性 Mistry Bikers的团长莫是学校老师 不仅曾三度赢得国家安全骑车竞赛奖章 正在今年派出四位资深团员 远程泰国 缅甸与辽国 荣耕 Singapore Book of Rapper 成为本地第一个环游东南亚金三角的纯女性车队 嘿嘿 只要看到她 谁敢说女人的骑车技术与道路安全意识 不如男人呢 旅途中她们一边骑车旅游 一边与当地居民交流 并在当地从事慈善活动 在队伍中担任护航的 则是骑车资历已经有11年的Street 队伍中只要有她倒影 新手团员就不怕脱队落单 能够放心享受骑车旅游的乐趣 骑车对她来说 不仅可以健身 居然还可以美容 我们都听到BOTOX 我们压制我们的皮肤 但在骑车 我认识是秘密的美容 当你骑车那么快 空气很强 它把你的皮肤抹起来 然后硬着它 所以这是我的美容的秘密 所以没有很多女人知道 如果他们知道 他们会开始骑车 而车队里最疯的玩家 就是36岁的团长NOR 她也是B Street Bikers的创办人 骑车技术一把杖 和她英气十足 领导一队娘子军团 又要召集人马 又要规划路线 目的就是要让 所有的本地女性朋友 都能跟她一起体验 骑机车旅游的乐趣 诺尔在16岁就已经考取机车驾照 然而当时她却发现 身边的女骑士屈指可数 因此她开始透过朋友介绍 成立了这支纯女性的 机车旅游车队 不过讲到加入车队最大的牺牲 欢迎美满又有两个孩子的阿佑 可是感触最深 姐妹桃一起骑车壮游 到金三角地带 既是挑战自己 也是服务他人 享受生活 这群女骑士不但在所到之地 倡导和平里面 也捐团给当地机构 等到孤儿院担任志工 并且往贫穷乡村 设立学校等各类慈善机构 还充满与国外车队的骑士 交换礼物 交流感情 沿途大家不但能浏览 当地的自然风光与风土民情 骑士们的姐妹情仪 更是在朝夕相处中增进不少 大家走走停停 吃吃喝喝 耍宝拍照 体验不同文化 实在不亦乐乎 而且无论是骑车还是修车 他们都不假手男人 不过我想很多人都跟我一样想问 他们真的跟男性一样 长途骑车完全没有困难吗 当然有 话说人有三级 而纯女性车队长征 最大的困难 就是找厕所解决生理问题了 又说成功男人的背后 必然有个伟大的女人 那么这群勇敢女骑士的背后 当然也有体贴的丈夫来支持 阿玛甚至夫妻相处之道 就是支持对方 因此妻子骑车 她是绝不会反对的 不过偷偷问一下 女人的骑车技术 会比男人差吗 女人的骑车技术 她们不必须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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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如果要加入 Mistri Bikers 除了要准备一台 可以上高速公路的 一般等级重型机车外 安全配备也是首要要求 每个人都知道安全头衣是必备的 可是除了安全头衣以外 还有安全外套和手套 这两个也是不可缺少的东西 我们的安全外套 有些可以保护你的胸部 脊椎 肩膀 还有手镯 所以我们的特别制造手套 会加强保护在手掌和手背的部位 所以你跌倒的时候被擦伤 一个特别制造的鞋子 会保护你的脚踝 所以当你跌倒的时候 不会那么容易留上你的脚 准备好安全配备之后 新手还必须跟老鸟多多讨教 做好心理建设 并听取安全上的建议 新手团员在骑上重型机车时 一定要有个心理建设 就是你要来控制机车 而不是让机车来控制你 因此不用害怕车子重不适合女生 因为车重在高速行进时 反而比较稳 比较安全 资深玩家也建议 当你有台新车时 应该先找个朋友 跟你在本地转一转 彼此有个照应 熟悉之后再挑战更长的旅途 而P Street Bikers的未来目标 是希望能有更多热爱 汽车旅游的女性骑士加入 成为下一代的汽车旅游骑士 我希望能帮助到 我们来帮助到 女性骑士来帮助到我们 因为我们 真的要帮助到 车子的心里 乃尔也希望更多女性 能够一起骑车结伴出游 体验美好自然风光 P Street Bikers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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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